中国大陆多省疫情持续蔓延 各地如临大敌 其中黑龙江省仍是重灾区 新增近百病例 目前大陆共有6个高风险地区和66个中风险地区 有知情者向大纪元爆料 上海地铁站发生多起市民随地倒的事件 但无法证实这些人是否是染疫而送医 一名地铁工作人员向大纪元说 最近在上海地铁站台和车厢里时常看到有人晕倒 频率很高 有老年人 也有年轻的小伙子 他在自己车站工作时 也连续几天看到有人发热头晕在站台呕吐 最后站长打120送运治疗 他表示 上海发生随地倒事件这个时间点 正好是东北疫情失控的14天之后 最近 网络爆出疫情重灾区的黑龙江省随化市 河北省廊坊市等地出现随地倒现象 这与2019年底武汉爆发疫情时的情况类似 2021年1月15日 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条贴文和视频 2020年12月25日 随化市润丰园小区大门口出现一例随地倒 那时候疫情在随化市可能就开始严重 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疫情严重性 视频显示 倒地者正好在随化市润丰园小区大门口警务室的前面 一动不动 许多民众上前近距离围观 部分人戴着口罩 一些人不戴口罩 2021年1月12日 再有网民爆料 1月11日傍晚 在河北省廊坊市某核酸检测点 许多民众正在排队等候检测 这时 排队人群旁边有一个人倒在地上 有三名急救人员前来救治 对倒地者进行心肺复苏 目前上海出现9例本土确诊病例 但外界普遍质疑中共官方通报的数据 这位地铁工作人员说 现在上海很多单位 员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量体温 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 超市和购物中心也要求这么做 作为市民 感觉上海疫情或许已经大爆发了 市政府严禁新闻报道 他透露 有一个朋友在微信群发了马当路 新天地疫情的现场图片 之后就失联了 账号也被封了 上海现在网络封锁很严重 希望大纪元记者第一时间 刊登上海疫情的消息 这几天地铁站上班人流量明显减少了一大半 地下接车的同事说车厢里没有什么人 感觉已经提前过年了 欢迎您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不要忘了点击小铃铛 及时收到我们新视频的通知哦